若不是有警察 你怎敢相信 一个被妻子对外宣称外出打工的男子 其实早已被人杀害 尸体被人扔在天坑整整8395天都没人发现 让人更想不到的是 在这8395天里 该男子的儿子却一直把杀人凶手 当成自己的亲生父亲 妥妥的现实版的认罪作父 然而 这一切都是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一手策划 你要说不横呢 这也是假的 你要说横呢 你恨不起来 深夜吕宝来谈了 催眠好奇又下饭 时间1988年6月5日 地点重庆市有阳县 这天一大早 张宗玉亲人相继来到他家 这次 他们打算向张宗玉妻子白小云问个究竟 原来 在当年元旦 白小云声称张宗玉出门打工去了 可到现在 家里人都无法联系到他 就在丈夫不知所踪之际 白小云竟和同村的田光桂住在一起 事情变得越来越蹊跷 张宗玉亲人希望白小云给个说法 眼看这些人扭着自己不放 白小云只好从家里拿出一个电报 说这是丈夫张宗玉从外地发来的 电报内容大致为张宗玉正在河南 现在病重 需要家里人给他打500元钱进行治疗 为了验证这个电报的真假 张宗玉亲人第一时间拿到邮局进行电认 让人没想到的是工作人员一眼就认出这个电报是伪造的 一种不祥预感油然而生 没有多想张宗玉亲人选择了报警 通过警方进一步调查走法 以及对张宗玉居住地进行勘查后发现 白小云与同村的田光桂有重大杀害张宗玉的嫌疑 就当警方打算给他俩免费送一副银手镯时 却发现两人早已逃之遥遥 在1988年乘坐汽车不需要实名制 而且有洋到处都是临间小道 警方无法第一时间找到两人的行踪轨迹 在接下来的23年里 警方一直没放弃对两人的追捕 无奈技术手段有限 直到2011年 重庆警方开展了一次轻网行动 主要是为了追捕之前的逃犯 其中这起23年前的悬案被重点调查 警方成立专案组 并组织精干力量对此案线索进行重新梳理 在当年 警方都没得到几条有关嫌疑人的线索 现在都过去23年 要想再次去找到两名嫌疑人 难度可想而知 万幸的是 警方一直保留着两名嫌疑人的照片 想着白小云和田光贵逃跑时带着一个孩子 他俩应该不会逃很远 此时的他们就在重庆周边 甚至就在重庆 但为了确保万物一失 有阳警方也前往浙江宁波 福建泉州 陕西汉中等地寻找线索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与此同时 侦察员将白小云和田光贵的照片发给周边林县 希望通过他们能找到两人的行踪轨迹 这次 幸运女神站在了警方这边 没有多久 湖南警方反馈回一条关键性线索 他们在对当地的龙山镇进行走访调查时 有村民向他们反映 在二十多年前 有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儿子来这里定居 男的叫田老三 女的叫白妹 得此消息 有阳警方来到了湖南龙山 对这两人做了秘密调查 结果让人很意外 这对夫妻正是有阳警方寻找了二十三年的白小云和田光贵 2011年9月27日 给凶手最公正的审判 在消防员的帮助下 法医带着设备进入天坑 在荡鞦韆式的下降后 法医来到了天坑的最底部 在这里 法医找到了一些人体遗骸 以及死者遗物 最终 在法医几个小时的勘察挖掘下 一具完整遗骸被拼借出来 那此人就是二十三年前失踪的张宗裕吗 警方采集张宗裕父母DNA进行比对 与此同时 才知道事情真相的田光贵儿子田燕子 已经在赶往回家的路上 而就是田燕子的归来 让这起案件变得更加匪夷所思 据调查 白小云和丈夫张宗裕都是重庆市有阳县麻王之人 两人在亲人的撮合下 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 一开始 白小云希望通过夫妻俩的努力 来改变现有的贫穷 谁知 丈夫张宗裕是一个不求上进 而且还有小偷小摸的坏习惯 甚至连白小云父母的钱都会去偷 可嫁机随机嫁狗随狗 白小云每次都只是劝说 可随着张宗裕的一而再再而三 白小云对张宗裕彻底失去了希望 就在这时 同村的田光贵走进了她的生活 没多久 白小云就被勤快且身体强壮的田光贵深深迷住 由于张宗裕经常外出不在家 两人很快就产生了不正当关系 当时 两人都知道自己的行为都会被人唾骂 绝非常久之际 为了能正大光明的在一起 白小云向张宗裕提出了离婚 好不容易娶到一个老婆 现在要和自己离婚 张宗裕一万个不愿意 甚至威胁白小云 如果要离婚的话 就会将白小云杀死 老是本分的白小云听到这些 再也没有提过离婚 而是在床上给田光贵提出了一个大胆想法 他让田光贵将张宗裕骗出 然后在外面将其杀害后进行抛尸 对于这个提议 田光贵没有反对 甚至默许 第二天 田光贵将张宗裕骗出了家 打算在后山将其杀害 可又想着是从小长到大的朋友 田光贵向张宗裕说出了事情 希望他能成全自己和白小云 听到这些的张宗裕瞬间暴怒 和田光贵在后山扭打起来 期间 田光贵拿出事先已经准备好的作案工具 将田光贵活活刺死 几分钟后 发现田光贵已经没了呼吸 就将尸体抛进天坑中 最后让白小云向亲人撒谎说 田光贵出门打工去了 可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一天后 法医的检测结果出来了 通过提取死者牙齿上的DNA与张宗裕父母DNA进行比对 证实该死者是张宗裕 当得知自己的父母因一起杀人案被抓 儿子田燕子也来到当地公安局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一进入公安局的他 就被法医提取了血氧 原来 警方怀疑田燕子的亲生父亲不是田光贵 而是张宗裕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在这23年里 田燕子一直在任贼作父 然而 结果总是那么让人震惊 田燕子的DNA与死者张宗裕的DNA高度吻合 23年前 田光贵与白小云逃亡时 将自己的儿子带在了身边 由于儿子当时只有三岁左右 两人以为他根本不会记得当时的事 在以后的日子里 他们给孩子改名唤醒 并让他觉得田光贵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可对于这一切 当时只有三岁的田燕子其实早就知道 只是觉得母亲与父亲离婚后改嫁 又加上继父田光贵对自己不错 他就装作一切都不知道 但到现在他终于明白 自己叫了23年爸爸的人 其实是自己的杀父仇人 你要说不恨呢 这也是假的 你要说恨呢 也恨不起来 在这23年里 田光贵和白小云每天也是过着惶恐的日子 为了躲避警察 夫妻俩带着儿子东躲西藏 平时靠打林工生活 在1992年 他们来到湖南定居 以为这一切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忘却 当警方给他送来银手着时 他们才如梦出行 2011年11月10日 田燕子来到友阳公安局领取亲生父亲的事故 在这里 他见到自己的亲人 也在这里 他知道自己原本叫张如铭 在亲人的陪同下 张如铭将父亲的遗骸进行了安葬 同时也让自己的儿子改成张姓 就在张如铭处理好这一切 打算回到曾经生活的地方 他请求派出所民警 带他去拘留所 看望下自己曾经的父亲和母亲 害怕父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会受冻 张如铭给两人买来一些棉衣棉裤 看着儿子的到来 夫妻俩更是放声打鼓 低头认错 或许从这世纪 张如铭原谅了自己的父母 最后 田光贵将自己的女儿托付给张如铭 希望他能继续带他如亲妹妹 田光贵担心的女儿正是他与白小云逃亡时所剩 几个月前才成年 现在父母入狱 已经无依无靠 唯独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哥哥 对于这个请求 张如铭没有拒绝 他觉得这起案件本身是上一辈的事 与他和妹妹无关 如果妹妹还愿意认自己这个哥哥 他就会一直照顾他 到此 案件真相大白 田光贵和白小云因自己的行为 必将受到严惩 在这起案件中 我们不光看到了正义 也感受到宽恕的力量和人性的温暖 请不吝点赞 打赏 拒绝